今天跟着我老公来大鱼塘这边 把这个监控装一装 其实监控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帮他买了 在家里躺着睡大觉 因为这个监控他说只能防君子 不能防小了 装到用处不大 但是觉得还是装一下吧 装了总比没装好是不是 360度无石角 装一装 很好奇说明这个阿黄带出来的次数太少了 没办法他生病嘛 是不是 现在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 然后要经常带他出来 太阳轮的监控 不用电不用网 360度无石角是吧 装起 阿黄 过来 让他探索一下大自然 释放一下体验性是吧 这个监控就装这边 正对这个路口 反正可以旋转 鱼塘也看得到 这是进鱼塘的必经之路 当然人家也可以往山上 上弯也是可以的 开庄 开庄 低点 现在这个监控已经装好了 就这样子 正对这个路口 下午带刀 把这一片那个芒草砍掉 芒草挡住了一点 听到了没有 只要有人从这边经过 他就会想 他就会想 然后我手机这边也能收到信息 只要收到的信息 我也过来 看一看 哈哈 这是必经之路 阿黄 阿黄来 帮助人捡一下鞋子 过来 好狗 以后要经常带他出来 出来的少他 出来的很少 走 监控装好 开始喂鱼了 喂鱼了 这鱼儿都来了 你在这边喂鱼 我去吊台那边坐一会儿 可以 对吧 该说不说 这个吊台确实大得蛮好的 太喂鱼 我就在这边休息 挺好挺好 阿黄 你想休息啊 这阿黄带出来的次数多了一点 他就胆大一点 刚开始这个台阶 他都不敢下去的 我坐这里 你咬喝水吗 牙黄渴了 怎么我走哪你也跟哪呀 现在鱼已经喂好了 这桶这么脏 这桶子上次是下了个腐肌孙了 洗一下 他往你下去干嘛 洗一下 其实我想问你个问题 前段时间我给你来喂鱼的时候 每次喂鱼都能看到那个鲑鱼 怎么现在看不到了 我自己都纳闷了 前段时间是 每次喂鱼的时候都有一条鲑鱼 游来游去 游来游去 现在看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哪里去 他不来吃食了吗 他又不吃鲜料的 他以前来干嘛 现在又不来了 他是来刮鱼的 每次喂鲜料的时候 旁边有好多小鱼 他会过来吃 早现在不来了 现在不知道 不见了 不知道在哪里去了 搞不好成了别人的 上一家留下了 200条鲑鱼 但是估计跑了好多 希望有20条 有20条就满意了 我还想吃鲑鱼 阿黄 跳水 跳下去 阿黄过来过来 我让你跳水 你上来干嘛 回家 跳过来 走 回家喽 这桶对他来说太大了 不会大 跳过来 找回家 我们回家了 不错 没事 行 啦 好 好